李明晚會上中六選區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羅廷偉 在台上跟主持人借了兩張千元大鈔 放在抽獎箱上 要抽給李明同樂 這樣的行為遭對手陣營指控 涉嫌會選 今年我們繼續集合一千塊好不好 兩千塊啦 兩千啦 民進黨團之一 羅廷偉今年9月 在地方上舉辦的中秋晚會上 穿著立委參選人的背心 還背著競選旗幟 跟主持人借錢來摸彩 行為實在太誇張 他直接在現場跟人家借錢來抽現金 所以這樣的行為真的可以嗎 面對對手指控 羅廷偉正面回應 他說每年活動都會提供現金來摸彩 而且也在台上強調 這些摸彩金跟選舉完全沒有關係 羅廷偉跟秀出同選區競爭對手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江趙國 在活動上疑似同樣掏錢 提供廟方摸彩 質疑民進黨根本就雙標 民進黨兩套標準 已經非常的習慣了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選戰選到最後 我們是解決人民的問題 而不是解決對手 我們不要一直抹黑攻擊 江趙國回籍 當天在活動上並沒有提供現金摸彩 而羅廷偉在舞台上提供紅包是事實 他卻利用借位模糊的方式指控 希望羅廷偉能直接向檢察官檢舉 他的犯行是已經立案展開調查的情況喔 那我這個狀況他隨便拿一個影片 就指涉我掏錢 那我這邊我跟大家說 我歡迎羅廷偉你就去檢舉 立委選戰倒數中六選區藍綠兩將 平平出招讓選情逐漸白熱化 華視選人余珠謝憲宗台中報 哈囉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